大家好 开心哥不得了了 今天我们这个手套开箱又是两双一起 这个来开箱Oakley的这个Factory Lite 2.0 写的叫这个Factory Lite 2.0 但它其实你看到了 这上面是这个Oakley SI 这双手套也是个轻薄款了 也是个轻薄款 原价是40刀 但是亚马逊上我入手的时候 这就看到有五折 五折我一看 这两双一起吧 因为看到有买家说 这个尽量选大一个码 说它这个码数 所以我就入了它的XL跟L码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就开一双 开箱这双手套 因为Oakley的手套 好像我们之前 有跟大家出镜过的是 之前那个拍了一个 就是非常影视经典款 军版之前那种系列的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 它这个最新的轻薄款 这是另一个 Tri-Lite 2.0 这个美元这边写的是40刀了 原价了 在这身亚马逊上就20刀 也非常便宜了 20刀真的很便宜了 OG的手套 然后看到是这个SI SI的logo还在这里 就是军版 军版的也算是在这个下面 然后这双手套 我现在已经戴上的这双是XL码 更大码的 然后这双手套就是L码的 然后这双手套的产地 我看来都是柬埔寨 柬埔寨 所以我就左手戴L码 右手戴这个XL码 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找找这个感觉 然后没发现 它这个很少见的手套 有这么长的标签 这么厚的 我说戴上以后 这是什么东西 虽然你看到了 它是没有这个魔术毛磁面封口的 就是快脱快穿型的 这个就包不到手腕了 这个感觉 这个还稍稍好一点 好 那么进去检视一下这个细节 你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说手背的部分 这些都是一个弹力面料 这个蜂巢式的这么一个设计 包括在关节处 你看到这里 也都是弹力面料的 蜂巢式的一个设计 然后在食指部分 这个logo在这里 有一层保护 这里感觉 感觉是有层保护 手指部分真的是有透气孔的 你看到一个 两个三个 这上面就分别各有一个 然后防滑的材料 然后在关节处的这些位置 就把你握拳的时候 有一个加厚的一个处理 这就是手背的一个情况 在手指的侧面 基本上还是一种弹力面料的 好 那重点来到一个手心 大力面积的这些logo 它也都是一种胶的 PVC胶的这些防滑的 摩擦度是高一点的 当然中指 食指跟大拇指是没有的 但是上面有一些透气孔了 这个整体 这黑色这部分 材料呢 是跟这个PIGα里面 那个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大拇指吧 关节这些地方 包括 这里都是这种 蜂巢式的设计 是一个轻量版 轻量版的这么一个设计 XL马 L马 这L马戴上去 更像是一个中马 中马稍稍大一点的感觉 XL马是我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虽然说是XL马 但是实际上 我这个手戴起来 尴尬的手戴起来 更是XL马是感觉刚刚好 刚刚合适 就是军版系列下面的吧 战术手套轻薄款 所以如果 对 我觉得这个杀死手套 一定越来越多了我们 好吧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 各个牌子手里有的 杀死了手套 给大家 下回给来一个 一个大拳套 看看这样着着感觉 看起来更喜欢哪一双 如果你有包子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 点赞 我是TiDi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